龟虽兽,两汉,曹操,神龟虽兽,游有净食,藤蛇成物,终为土灰,老祭福利,志在千里,烈士暮年,壮心不已,迎缩之妻,不但在天,养一之福,可得永年,幸甚至哉,歌以永至,一文,神龟虽能长寿,但也有死亡的时候, 藤蛇尽管能成物飞行,终究也会死亡化为土灰,年老的千里马虽然浮在马槽旁,它的雄心壮志仍然是能够驰骋千里,有远大暴富的人士到了晚年,奋发思尽的雄心不会止息,人的寿命长短,不只是由上天所决定的,只要自己调养好身心,也可以一寿延年, 啊,庆幸的很,就用诗歌来表达内心的志向吧。